一家四兄弟 三个均去江场 半生丛隆报国 半生玄乎济世 这是川军老兵苏国章的热血故事 1937年 国难当头 苏国章的三个哥哥 毅然抛弃爹娘 远赴江场 出征前 二哥摸着弟弟的脑袋交代 弟弟 你把爸妈照顾好 我们出川了 三个兄长 大哥死在上海 二哥死在湖南 三哥死在山顿 均尸骨无存 1938年 苏家为日军炸煤 父母抑郁成吉 先后去世 国破家王 家仇国恨 都放在了这个 十八岁的小伙子身上 二话不说 出川 报仇 穿着草鞋 打着绑腿 多少人枪都弄不利索 这群在日军看来 如同叫花子一般的川军 能站上江场 平的不是体格 不是枪法 平的 只有满枪的报国热情 纵有一死 为我捐取 三生有幸 1939年 苏国章打过长沙会战 之后又参加了 号称东方莫斯科保卫战的 衡阳保卫战 面对六倍于己的日军虎狼之事 他所在的第十军 寸土不让 血战坚守 一片焦土之上 战友一劈劈死去 老兵没了 新兵又顶上 满眼都是焦黑的尸首 苏国章的最后一役 是一场白任战 大家都杀红了眼 心一横 跟鬼子拼了命 横竖是一条命 报家仇 雪国恨 痛苦 苏国章冲上去拼刺刀 他挡下一个鬼子的刺刀 却冷不防备另一个偷袭 刺中后腰 全身无力 两眼一黑 封死过去 如愿卷取 只恨在没多杀一个鬼子 但老天眷目 苏国章活了下来 抗战胜利了 他煮热拐 跟大家一起欢呼 可欢呼完一响 国首主 家劝人 之后他辗转流浪 那最穷的大良山 在那 他靠行医虎口 清贫的日子 一过数十三 六十多岁 才成家立业 留了孩子 结果不知多少人 但很少有人知道 这个老中医 竟还是个盖世老英雄 但战场上的一切 他分毫不管了 每天睡前 他都要强迫自己 去回忆 那些战斗 哪些名字 直到九十一岁 他老兵的身份 才被保护 终于 那些壮烈的故事 不会再烂在肚子里 讲起当年初穿的场景 他仿佛又站在 那茫茫的川军中间 又成了那个 十八岁的小伙 跟大家一起怒吼 我们不怕 这一晃 一个世纪都要过了 这张张华 你们小表的 天使 怕不怕 我怕 我啥事吗 我们要 我们要 保护我们的鬼家 我们要保护我们的鬼家 关注我 和各路多无双国事 感人传奇 抖音